有两位欢迎在地地名 艺术家林秀林和邮明珠 两个人共同创作的会议和度议 向人艺术连电工业预备会 母亲等在国家丁修当中 这次预备所帝将会关注电风 需要帮助的交友单位和社区团队 包括到华山国术、华山的六世家庭 以及在地中卫送餐来库母 希望可以为电风来争争奉行 美丽艺术品和现场的参观 这都是相当临近的形象 有两位欢迎在地地名 艺术家林秀林老师 以及游民酒老师共同创作的 有话录音会给一记得位 向人艺术连电工业预备会 不仅在国家丁修这种 我要感谢玉涵理事长 也要感谢花花老师 然后愿意提供这样子一个时间场域 让我们这样艺术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 把它扩散出去 然后对整个社区或说整个弱势团体 在艺术的那种创作理念 还有一个扩展的空间以及影响力 之前在我们北港文化中心已经进行过了 很特别的是结合陶艺跟花艺 把同样从这块土地里面 就是长出来这样的一个能量 就是展现出来 那这次来到了维也纳这边 也结合了水宝局这边 希望透过把在地的一个文化跟艺术 这样的一个特色 然后透过这样的艺术工艺的方式来回馈给社会 这次艺术缩点将会来关注 对方需要帮助的交友单位和社区团体 包含华山国秀华山留学家庭 一起在地中备上餐服务 我们艺术家除了透过艺术以外 我们也希望说做一些事情可以回馈在地 所以这次举办这个艺术的意卖人 希望大家可以能享用 想应 除了可以欣赏美丽的作品以外 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做爱心 把那个艺术带上了华山 那我想华山除了好咖跟美食之外 如果可以再加上艺术 应该是对我们整个华山这个区域 是更完美 这次举办的作品 仅仅在北港专出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一旦前去印针这边将来高中观赏 包吊卉区的地方的理念 这次工艺举办是将会在华山专出到三个月 对 然后这次这场的工艺的作品 会在维也纳展示在三到三月底 对 又欢迎大家来华山玩 然后来维也纳观赏这些产品 那作品 那看到我们花花老师跟我们杨明洲老师 用他们自己本身艺术的创作 然后可以来结合我们的工艺 那甚至把美学的元素也带进来 所以透过这一次这么棒的一个艺术 还有美学还有工艺的结合 我觉得这是对华山来讲 对我们骨坑对云林来讲 这个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 他过去设计下将华山的美丽 和人们的情度表现出来 也期待华山在美丽观光流程 可以得到精彩提心和改善 期视频欢迎常博得